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野 有看過我之前在FB社團PO的照片 應該都知道我非常喜歡逛模型店 那最近有PO過 有像台中麗品、雷鳥、熱模型 那最常去的其實是卡比跟精準 那之前回去彰化的時候 還有去一家很小巧的叫紅台 都還蠻值得去逛一逛走走的 但是今天我要來去我自己覺得中部最頂 甚至可以說是全台最頂的那一家 沒錯,就是這一家 麗王 這一家是位於彰化鹿港的一家文具店 是的,他以前一樓完全是賣那個文具店 那二樓才是模型玩具公仔 近幾年全新改裝後 已經沒辦法再立網去買到文具了 完完全全的模型、工具、玩具、公仔等等了 那我們就來開始逛吧 那一進去左邊就是一個大的模型櫃 裡面擺滿了製作好的模型 光這裡我就可以看超久了 不知道這是哪位大師的作品 在走進去左邊這邊是櫃檯 有沒有看到? 立網文具 而且這是很傳統的 由右至左的書寫方式 同時呢 這也是買單的地方 然後再往前走一點呢 就是又是另外一個模型櫃 上面放了一個 不太搭配的招財進寶 看起來應該是還蠻好用的啦 因為他生意超級好的 這裡就是工具區啦 包含刻線刀啦 膠帶、膠水 你想到的工具全部都有啦 補圖等等的 這個超級多 那另外這邊就是水性器、油性器 這裡也是滿滿的啦 AV7你看也有 滿滿的貨 這個都是直接可以取用的啦 然後這裡有鋼麥 然後C41 這個C41還蠻多的 那另外這邊呢就是都是扭蛋 這個我就跳過 然後我們來去樓上 這裡再看一下 全部都是工具啦 完全滿滿滿滿滿的工具 後來滿齊的 那這個樓梯呢 其實真的滿像一般民宅的 就往樓上二樓走 不用客氣 哇 這裡你看 二樓其實也有一個櫃台 然後這裡放的其實大部分都是網購 然後大家已經有人訂不訂的商品 所以這裡是不能拿的 另外右邊這裡前面兩排都是玩具 這個就不是我玩的範圍內 這個就跳過 我們直接走到最後一排 那這裡看到了 哇你看 滿滿的 你想要的 應該都在裡面了 光你要找到你想要的 你就可以稍微的逛一下 應該隨便繞一繞 都會有你想要的 那這個貨源算是還滿足的 而且呢 我覺得老闆的擺飾其實還滿好的 他有把這個 立起來 就是把像MG的盒子 他就把它立起來 這樣子 你可以看到完整的盒繪 因為我非常愛看盒繪 像這個盒繪都可以立起來 讓我們可以完整看到 看起來真的超級壯觀的 那這裡的貨源真的是還滿足的 你看 然後這 SD的 也是滿滿的 那光你要看 你就看不完了 那我非常喜歡看這種實體的 因為有時候在網路上看 還是多少一點落差 那能夠到現場看 真是一種幸福 你看這MG的 哇你看 他又把這個盒子立起來 我覺得光這個 光這個把盒子立起來 這件事情啊 然後能夠讓我完整的看到盒繪 這個真的是超爽的 而且會增加我購買的慾望 你看 滿滿的 MG的部分也是全部 或算是還滿足的 好 那你們猜看看 我最後是買了哪一隻呢 那另外這邊呢 就是PG的 那PG的 這邊有比較舊的 舊的也有 新的也有 這樣子 那後面其實在那邊講 那這裡有幾個妹子 這個就大家自己看 另外這邊就是公仔了 公仔我就跳過了 那前面的這個櫃檯呢 他東西不能碰 因為那個都是有人家訂的 那我們就往回走 真的超讚的 其實真的要花很多時間去逛 另外這邊就是玩具模型的 這個我們就 看一眼就好 這個沒有興趣 這邊也是 大概就是這樣啦 那我真的非常喜歡 他把這個 模型做這樣的擺飾 就是他有把它 很完整的立好 那另外有時候會把 和繪的部分也列出來 這個真的看了 真的超級爽的 不知道大家心中 你覺得 哪一間是你心中 最頂的那一間模型店 那在下面留言喔 好的 那我們就逛到這邊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不要按這個訂閱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掰掰